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 截至目前 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 其中自治区是5个 自治州是30个 自治县或者自治旗是120个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 占到了全国总面积的64% 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根本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以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权为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 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 我们已经造就了一支宏大的 德财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 我们下期见